哈囉 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你如果看過我們之前的一鍵可挖礦的教學影片 或者是你嘗試過使用我們教的鳳凰挖礦程式的話 這時候你發現 欸 我的顯卡的記憶體不夠 沒辦法去挖一太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這一集就來告訴你 就跟著我們的步驟一起做 走 這個原理就其實在關於這個幣種本身 那個每個幣種本身就會有一個叫做deckfile 那這個deckfile的意思就是說 他每當完成一個就是計算之後 他的那個deckfile會慢慢增加 也就是說如果以現在以太坊的大小是大約4.1GB 那如果在往後他也會漸漸的增大 那也就是因為他目前是處於4.1GB的狀況下 你如果是4GB的顯卡 就會沒辦法去挖以太坊 那這時候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幣種可以推薦給大家 這個幣種也是可獲利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主角就是Ravencoin 那代號是RBN 那他以目前的這個deckfile的檔案約 大概是2.71GB 如果你是手上是拿3G的顯卡 或者是4G的顯卡 到目前都還可以挖 但是他每完成一個回錄大概是 加大概8MB左右的大小 也就是說如果你手上的卡如果是3G的話 再過不久大概可能幾個月之後 就會被這個deckfile給超過 你也會不能挖這個幣種 那如果手上如果剛好還是4G的顯卡的人 接下來的一兩年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那其實不難發現 你如果在使用我們之前介紹的Betterhash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Ravencoin這個幣種 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我會非常推薦大家使用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交的這個東西 我會個人覺得這個Ravencoin 其實到可能明年的左右 可能會一波暴漲 所以要囤幣的人趕快囤起來 那暴漲的原因其實也不外乎 就是接下來以太坊 會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Proof of Stake 那這個狀況的話就是你的以太坊 是沒辦法再進行被挖掘的同時 現有的算力它要怎麼辦 那它只能移到下一個Project 就是移動到下一個能夠就是滿足 能夠有賺錢的這個Project上面 那以目前狀況來講的話 Ravencoin可能就會成為下一個以太坊 而且Ravencoin的優勢是它使用的是RandomX 它這個沒辦法讓就是晶體電路挖礦機 去做這個演算這一類的東西 大型礦場的算力也不會進來 所以別擔心別的器人 就算你是4GB的顯示卡 在這時候我們雖然看起來 可能收益並不是像以太坊那麼好 但是它有可能是暴漲的底下一個關鍵 其實操作也很簡單 就跟著我們的步驟繼續往下看 這個Ravencoin的應用 其實跟以太坊 像87%都蠻像的 它可以用來就是做於 像是一些電子票券的交易 或者是像藝術品的交易 像我們最近很紅的NFT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來製作 而且這個幣種的優點就是 它不能給像晶體電路礦機來做挖掘 所以就一定只能使用像我們的顯示卡來才能挖 所以到了以太坊2.0之後呢 我們大部分如果有要繼續挖礦的人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算力給轉移到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如果先來這裡卡位的話 說不定下一個暴漲的地就會是這個 那說了那麼多我們就開始進入教學 怎麼挖礦吧 首先我們需要有Ravencoins的地址 那至於Ravencoins的地址 我們也會在底下教你如何去取得 當然在影片的右上角也會有一個相關影片的連結 那先建議還沒有就是Ravencoins地址的人先去觀看那一片 那這樣子等有Ravencoins地址了之後再回來看這一片 那如果都準備好的人 我們首先需要先去下載NBminer 那這個NBminer的連結我們也會放在下方 到達這個NBminer的頁面 我們就只要往下 然後看你是什麼系統 那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就下載這一個 然後就會跟所有的挖礦程式一樣 它就會跑出不安全 然後就會遭封鎖 我們一樣是老樣子 點選右下角的全部顯示 然後再按保留不安全的檔案 然後按保留 有一些朋友會跑出這個失敗偵測到病毒 我們再打開右下角的盾牌 就是Windows安全性的這個病毒威脅防護 然後我們要點開這個病毒威脅防護 這時候呢 把它變成允許在裝置上 開始動作 然後就會允許到裝置上 這時候我們再下載一次 然後再點選這個 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這NBminer我們就下載好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減一下 然後回到剛剛的C槽 然後我們點選NBminer 然後把它貼上 在這邊我們進行解壓縮 然後解壓縮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到這邊 NBminer 這邊 那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 跟我們之前的Phoenix Miner有點像 沒錯的 是蠻像的 我們只要點選右鍵這邊 Start RVN這邊 然後按編輯 編輯後我們就只要把 這裡檔案改成像這樣子 這一段我們是使用Flight Pool Flight Pool 在這個我們Ethermine的這邊會有 我們只需要它不管是在哪一個地方 不管是在亞洲、歐洲、美國 都會是用同一個地址這個 那我們就把它打到這邊來 那一樣這個Phoenix Number是333 然後就打這樣子 那後面這一段就是 你的錢包收款地址 記住這個錢包收款地址 要必須使用RBN的這個收款地址 那最後這個點 後面就是看你要把這台礦機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們這台是桌機 我們就直接叫Desk1 那好了之後 儲存檔案 那如何開始挖這個小鳥壁呢? 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點選這個 Start RVN 然後點兩下 然後它就會跑出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的演算法會叫Compile 那就等它一下 那它這邊會計算這個Deckfile 它的算力跟以太坊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它的算力其實你基本上要看有沒有在挖 你就看這邊有沒有Accept的這個數字有沒有增加 而且它剛開始會就是 就是基本上是一段時間才會增加一次 那這邊前面的這個Hash Rate這邊就是你這張卡的算力 然後右下角的這個OD這邊就會是你運行的時間 那剛開始挖的朋友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已經跑了一段時間這邊都一直是零呢? 因為其實Raven Coins在做運算的時候它需要的時間 它每個block的時間其實會比像是以太坊來的長一點點 所以請耐心等候 好了我們這次運氣有點不太好 整整跑了三分鐘左右這邊才跑出來 那當然這個東西會越跑越穩定 那通常都要跑到大約兩個小時之後 這邊的下面這個數值才會趨近於上面這個Hash Rate 你看我們跑完1之後馬上跳成4 所以剛開始如果都是零的朋友 就是不要太擔心 讓它都跑了幾分鐘 最後RVN基本上還是挖一個信仰 當然你可以先提早佈局 那佈局到可能等到以太坊如果真的進入直壓階段的時候 所有算力就會跑過來 那趁現在大家都還沒有在做這個的時候 趕快進來先佔卡位 那RVN到底值不值得挖呢?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的顯卡是高於8G的狀況下 我是不推薦你現在先來挖RVN 你可以先去挖以太坊 然後再用以太坊 然後對換成RVN 這樣子來的效益會比較高 那至於如果顯卡是低於4GB的人 你可以先就是挖這個來卡位 雖然目前大概是扣掉電費的話 大約是收支是平衡的 是不會賺錢 你可能挖了一個月電腦都沒關 可能才賺200元台幣 但是現在一顆小鳥幣的價格約為0.15美金 我很看好它未來有可能會漲到一塊錢甚至兩塊錢 那可以趁這時候先進來卡位 那要如何看自己到底挖了多少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Ethermine的頁面上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Ethermine這邊 然後輸入這個上面這邊RVN 然後輸入這個小鳥幣的錢包地址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 我們大概這個挖了大概兩個小時吧 那你可以看到它剛開始這個很低 它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穩定 等你挖到10個小鳥幣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打入你的Exit的錢包 或者是你任何設置的錢包 而且這完全不用任何的手續費 如果你有從我們以上的影片學習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留言並且轉發分享 那如果想要更快的獲得更新資訊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頻道 啊對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先到我們的部落格看看 我們在那邊都會先更新一些大家常見會遇到的問題 再來我們底下的留言區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回覆大家 那就這樣 掰掰